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为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 我们此次专门把国旗带上来 在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里 向全国人民 向全世界展示五星红旗 我们为伟大祖国的繁荣长盛感到自豪 这次我们还带来了少先队员的心愿 希望你们把国旗带回去 让承载特殊意义的国旗 传遍祖国大江南美 点亮广大青少年心中的强国梦 先将国旗交给你们 此时此刻我不仅想起了 咱们加入杭特亚道德 在国旗下宣誓的那一幕 那是梦想起航的时刻 在后来追梦远望的岁月里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心中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都一直激励我们的奋斗和成长 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 感到无比神圣和色 我们一定不送国旗回到祖国家园 我们也坚信 晚到青少年 未来一定会经过历史劫力吧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书写强国有我的青春华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